大家好,我是Panther8的領航班,歡迎收看Panther玩Magic Duo第2集 上一集其實我錄起了,然後後期加一些龐敗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還沒想到是否真的會做成一個系列 所以我只是第一次玩的時候就有你無理先錄了 那今集來到...我有個心去做一個小小系列的時候 就可以一邊玩一邊去做一些play by play 講解給大家聽 那再一次,有關Magic的故事、歷史、人物的東西 我不在這裡勉強解釋,因為第一我不是很熟 第二,都不知道可不可以串聯到一個很清楚的故事出來 只可以告訴大家,大家現在看到這一站全部都叫Planeswalker 可以在這個世界裏面不同的一些時空 所謂Planes 他們 應該叫做時空 那他遊走的一些很強大的魔法師 包括我們一開始第一個Campaign的故事就是關於Gideon 之後還有Jace、Lilliana、Kendra和Lisa 其實不止這一站的,還有很多下的,還有一些沒那麼厲害的... 嗯...我不知道算不算Planeswalker 對了,再一次,關於Magic的Law的歷史、故事、背景這些 我不勉強解釋了 我們進去就只要解釋一個遊戲 先繼續處理這個白色的Campaign的第二個任務 完成了會有20個Coin的 對啦,這個其實說回Gideon小時候 怎樣開始接受訓練 學一個叫Pyromancy的法術 關於Order和Justice 關於公義和律法和規矩的法術 所以為什麼要被人綁著一隻手去練 但我們面對的敵人都是一些Training Drones 都是一些機械人仔 似乎是一個Skill Quest來的 對啦,上一集我提過說有關每一個回合裡面有不同的步驟 就是每一個Turn裡面有不同的Faces 這些Faces就是所謂的畫面看到的 Main Phase、Attack Phase、Block Phase、Damage 還有第二個Main Phase和End Phase 我之前說過一個以前的影片 其實已經有講解過這些不同的步驟 不過在這一代裡面也有一個Skill Quest去解釋 其實除了在這些可以做動作的Faces之外 其實一開始你的回合還有幾個在這裡沒有提到的 比如抽牌的Faces 或者untap你之前的回合 tap了的Creature 或者其他牌的Faces 那些呢 其實一開始 除非有些很特別的卡 都會自動進行 在這裡也提及你每個回合會有兩個Main Phase 兩個主要可以做動作的Faces 很多大部分的法術 或者是召喚Creature 都只會在第一個和第二個Main Phase 那裡做的 我也告訴你 如果你手上有一張牌是發光的 就是你可以在那個時候 可以用那張牌 用法術或者用那張地 他就說你已經見識過Combat Phase 即是由Attack Block和Damage 那三部分組成的一個步驟 那就是當那些Creature 出去攻擊和擋防守的那部分 那所有造成的傷害 如果不足以殺死Creature 去到那個End Phase 即是回合的最後一個步驟 就會Cancel 取消 所以說 有很多其他的效果會提及 Until End Phase 或者Until End of Turn 即是說 過了End Phase之後 這些效果就會消失 那去到下一個對手的Turn 那之前那些東西就煙燒雲散了 所以無論你Creature受了多少傷害都好 只要他沒有死 下一個Turn又會精神飽滿滿 回血感存在 這個Skill Quest 由我自己的第一個Main Phase 開始有一隻 這樣的2-4 Fire 在阻礙我 但是他叫我 看看用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我的Elfish Warrior 這個回合出去 打到對手 然後就贏了他 那我們發現 手頭上只有2-3的Creature 如果衝出去打他 這隻這樣會飛的東西 一定會擋住我 那我可以怎樣做呢? 在我第一個Main Phase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有牌是 叫做Growing 就是這樣 打開燈 即是可以使用 那我一定要先用這張 因為我手頭上 另外這張Instant的法術 那張Unsummon 就需要1點藍色的Mana 剛才我只有3點綠色的Mana 所以我根本無法用 所以還沒放這張藍色的地 之前 這張牌就沒有一個 燈 那現在呢 只需要1點藍色的Mana 我們可以使用 將對手這隻Dark Slick Drake 用Unsummon的法術 將他踢上手 Unsummon Return target creature to his owner's hand 彈上手 就不是弄死他 到他的回合的時候 他可以再召喚 但有時候我們只需要1個空檔去攻擊 對 我相信沒有其他可以做 所以自動跳了我這個COMEBAT FACE COMEBAT FACE 我第一件事要做就是 指使我這隻Elfish Warrior 去攻擊 他手頭上沒有牌可以擋的情況下 唯有硬吃我2點 我就成功打贏了 完成這個SKILL Quest COMEBAT FACE 不是說在適當時候 使用適當的法術 就是勝敗的關鍵 沒錯 在一個錯誤的時間 你SUMMON走他的東西 誰不知 倒回他的回合 然後他又回來 放回他的東西 那你就沒有了意思 好了 我們真的要完成了 剛剛的SKILL Quest 就可以開始 CAMPAN的第二個任務 在這個任務裡面 手牌沒那麼漂亮 一開始只有兩塊地 雖然我們手上也有一些 1Mana 2Mana 2Mana 最貴這隻3Mana的鳥 暫時還沒出到 那沒關係 1Mana 當然 出了也可以放一隻 2-1的CREATURE 是一隻不錯的CREATURE 因為一般牌的價值來講 1Mana 最低消費 你只可以換到1-1的CREATURE 你這隻2-1的CREATURE 其實算是一隻不錯的 所謂性價比 挺突出的CREATURE 好了 再一次 我在第一個Main Phase 雖然可以召喚我的CREATURE 但是我不召喚 不給那麼多情報對手 先找了這隻去攻擊 因為如果你真的對付一個真的對手 如果你一開始召喚多一隻CREATURE 他可能會看定形勢 就決定 原來你另外這隻更厲害 那我就不找東西去擋你這隻 擋死他 或者用法術弄死你這隻 那現在我不召喚其他CREATURE 其他CREATURE 攻擊了他 他只知道我有一隻這樣的東西 可以考慮 只是擋不擋死他 在沒有那麼多情報之下 希望可以引誘到敵人 譬如說 我還是不要了 先燒死這隻 原來燒死完這隻 我在第二個Main Phase 才叫一隻更加傷害 更加大 更加危險的東西出來 又或者引誘了別人 用一些消耗他的Mana 去對付我這隻較弱的CREATURE 那我就可以安心放一隻更加厲害 或者更加重要的CREATURE 又是和上次差不多 他又是花了兩種Mana 放了一隻2 2 我可以選擇兩隻充滿血打 這隻一定會過得到 其中一隻 但是當然 同樣都是擋 同樣都是死的情況下 他當然會擋我一隻3 1 也會比較浪費一點 所以 嗯 我有幾個選擇 我可以兩隻一起衝出去 或者只出一隻2 1 在多血的情況下 很多時候他都會任由我過的 我想他會任由我過 他竟然擋了他 這個TURN做不到傷害 不過沒什麼所謂 有3點Mana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選擇 放這隻獎 或者放多一隻3 1 再加一隻2 2 FLYER早點出來 希望之後 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BUFF 可以BUFF 讓他更加強大 出去攻擊 但要留意 對方紅白 紅色牌 很多時候都有一些 火系的法術 有些直接攻擊 無論是攻擊對手 或是攻擊對手的CREATURE 他這個時候放一隻2 1 的JERK出來 幸好我仍然有一個主動拳 在這裡 咦 我有一張BUFF 的牌 CREATURE YOU CONTROL GET加1加1 Until end of turn 可惜 在這個情況下 就算我放了這張牌 我可以把我手上的CREATURE 我控制的CREATURE 全部加1加1 即加1點POW 加1點TOUGHNESS 但是兩隻都只有1點TOUGHNESS 的情況下 一點都捱不到他那隻獎的攻擊 所以我不打算這個時候用 我亦都想留下我隻獎 所以我只要找3 1出去看看 他會不會犧牲了 這隻獎要3點MANA 來到CAST 我也有好處 OK 繼續令到他桌面沒有CREATURE 在這個情況下 3點MANA 不可以同時放到2 我以為我還有1點MANA 放2 2出來吧 放2 2希望 如果對手有什麼CREATURE 接下來只有2點POW 他可能打算帶一條道理打過來 只要2點TOUGHNESS 都可以殺到 在那個時候 我就CAST 沒錯 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CAST 加1加1 加1 就可以令到我的TOUGHNESS 變3 這樣就可以捱得過了 下一個回合 我們可以嘗試一下 用這招法術 我的2 2衝出去 他應該會隨便找一隻來擋 我想他不會聰明到拿兩隻來擋吧 你看到這個時候 我這個法術 仍然有個框 是著了燈 仍然可以用的 這些叫INSTANT 信法 或者即時的法術 就是最自由到最大的 在很多時候都可以用 所以也是一個最常見的COMBAT TRICK 就是戰鬥的一些鬼計 在突然之間使用出來 殺人家措手不及 首先我叫了兩隻進攻 他沒有了MANA 這個時候全部都TAPP 對了 暫停時間 我需要講解 他打算用一隻2 2 來擋 大家同歸於盡 但是萬了不及 我會出這張Glorious Charge 對 將我手頭 將我控制的CREATURE 全部變成加1加1 那我這隻可以成功 打死他的2 2 而自己也不用死了 不是一個非常有效的一個用法 我其實應該等我再放多些CREATURE 才一次過使用 那就全部加1加1 效果會更加明顯 但是我剛才的鷹 依然過到他沒有問題 在這個情況下我可以選擇 他剩下3張牌 我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 和不和他搏 其實 我有4張空置的MANA 我想如果你真的面對一個 真正的敵人 這樣的情況下 你有3張牌 又有未使用的MANA 可以做一個假象 給對手 他會不會又有一張法術 可以隨時BUFFET 有些怪物 嗯 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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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對手有點不安 和不可以肯定你的 你的 底穩 那現在呢 我很安全 只是放一隻鳥出去 完全不可以擋我 因為鳥懂得飛 那我去打完他 他都沒有任何法術 燒我的鳥 就是說 他很有可能 沒有一些 我們稱之為BURN 一些 燒人 或者直接造成傷害的法術 這個情況下 我有4點MANA 可以放多一隻鳥出來 又或者 放多兩隻CREATURE 因為同時可以放兩隻 用盡4點MANA 那 那 是 用盡你的MANA 有一個好處的 就是 確保你盡快把手術牌放出來 而另一個不好處 就是 告訴大家 其實這個回合 我真的什麼都做不到 留意我剛才說的 順法的法術 就算在敵人的回合 我都可以使用 就是說 如果我保留了MANA 可能可以騙到對手 說我有那些順法的法術 你有膽子過來打我 的話 我放一隻二二出去擋 其實都突然之間 可以移動變成三三 所以 做一些假象給對手 等對手 也是 摸不清你底細 這個時候 看到他還是 一隻CREATURE 在手 我想他 頂到盡 都是擋我 然後 算他有其他法術 BUFF 我都還有 兩隻CREATURE 可以使用 我覺得我 不妨 呃 AGGREESSIVE 一點 全續出去進攻 我想引誘一下 他用一些奇怪的法術 或者什麼 看看他 沒錯 他有什麼法術 嘩 慘情 做三點傷害 去敵人的一隻CREATURE 或者 敵人的玩家身上 看看他會燒我什麼 我想他應該會燒那隻獎 因為我還有二十血 那麼多 燒到我身上 還有十七滴血 其實沒什麼意思 唯有殺了一隻他完全阻擋不到的獎 應該是 最好的選擇 沒錯 燒獎 給我都會這樣做 但我都做了4點 這個TURN 雖然 他用兩隻牌 搏了兩隻牌 算是打個和 我想放一隻大隻 這隻鹿 2-4 多一點血 出去衝判牆 場面 有這隻鹿 在場上 他剛才的法術 都不會燒死他 他仍然有地 這麼多地 會不會放一隻比較大隻的CREATURE 出來呢 這個時候 都沒有 似乎這個TURN 的模式 依然是比較簡單 所以他只有比較簡單的牌 但他為什麼不用那張呢 我覺得除非那張是一些 需要適當時使用的法術 如果不然 他應該都可以用 放出來的CREATURE 我們可以做個實驗 嗯 嗯 我們 譬如我現在有4點MANA在手 若果我這個時候 已經放了這隻3點MANA的鷹 出去 那就是說 我就用不到這張 instant 反正我這個時候放一隻鷹 他都會有 summoning sickness 他都不可以進攻 所以其實沒什麼必要的 反而我們留回MANA在手 留回MANA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有MANA 不一定要用盡 尤其是當你有這種順化的法術 我可以叫所有CREATURE 再試一試摸一下她的底 他應該怎麼都會擋我一隻CREATURE 問題是 他會不會 在這個時候用法術 曲行他這隻東西 讓他不用死 嗯 如果我現在 我現在要造成9點傷害 如果我現在放過BUFF 令我一些東西加一階 我這隻不用死 在這裏變成3點 3點做6點傷害 還是我留回MANA來放多隻鷹 確保去下一個回合 應該擋不到我的鷹 就做2點 跟著 因為我現在做4點2點 我想我給大家多個回合 看看吧 或者我再看看 他最後這張底牌是什麼 我想看看 如果不是 這一回合 其實用了那張 去加起我那些CREATURE 都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但是 在MAGIC裡面 就是後發先至 就是說我BUFF 起我那些CREATURE 他可以再用一些法術 又BUFF起他那隻 或者甚至 放一些法術 去燒死我那些BUFF起的鷹 都可以 像剛才的例子 如果我這隻鷹 我出去攻擊的時候 跟著我用這張法術 BUFF去加一加一 令到他變成一隻 3 2 有3點攻擊力 2點防禦力的鷹 那 當我BUFF起他之後 他依然可以再用 剛才這招 做成3點 的法術 去燒死我那隻獎 或者 甚至是一個例子 例如 我這隻 2 2 CREATURE 如果BUFF起他 就變成3 3 那 這個也不是一個好的例子 3 3 他也是燒死我的 應該說 若果是一隻 我現在沒有在手 若果是一隻 3點TOUGHNESS 的CREATURE 我怕他會被燒死 或者想去打人打得傷一點 那我就用這張法術 令他加一加一 變成4 4 也好 其實一變成4 4 就算對手有這一張 對啦 Lightning Strike的法術 只可以做成3點消去不死的 那他其實可以在我發動了這張法術之後 立即 說 你用這張法術 那我都用了 由於在Magic的系統 我剛才說過 後發才 你愈遲發動的技能 或者愈遲使用的法術 就是效果會先使用 那就是說 他那張閃電 由於是 被我遲發動 效果就會先來 他會首先做3點落我一隻 未被加強 原本還是3 3 或者什麼3 還是3點TOUGHNESS的CREATURE 身上 這樣他會首先殺死我一隻 而接著呢 我這張牌的效果才會發動出來 那就是說 我根本沒有辦法 他的效果就不會落到 那隻已經被人用閃電 砍死了CREATURE身上 所以呢 有時候忍到最後一刻 才出手呢 是 在Magic裡面 有一個特別的戰略意義在 欸欸欸 我按錯了SK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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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進攻啊 那 儘管看看對手會不會有什麼 做出來吧 剛才說的可能比較複雜一點的概念 我們之後一邊玩下去 應該會看到 很多地啊 對手最後剩下一隻雀 原來 我們知青了對手底運 為什麼他剛才推不出雀 我想因為這個是TUTORIAL模式 比較簡單一點 電腦教了他一個 比較低的難度 可能每個回合只能出一張牌 這樣而已 那他剩下5點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時候 我們這張法術又會有特別的意義 當我們全部都出去進攻 他會迫著擋我一隻 擋我一隻 擋我一隻之後 無論擋我哪隻都好 其實我都只有做成4點傷害 就殺他不死 起碼可以殘喘多一個回合 但是 如意算盤就是這樣敲 問題呢 他擋完我之後 我說不是 我還有殺手間 BUFF起了那兩隻怪 雖然我的獎也是3,2 都會被殺死 但是另外這兩隻加了傷害之後 就這個回合之內 已經可以解決他了 沒錯 造成足夠的傷害 解決了這個獄獎 Warden什麼 沒有理會他的名字 搞了這麼久 繼續下去 沒有什麼特別 Dead Upgraded 我可以看我的Dead有什麼 其實在一個故事模式 都是一直用著 例如白色的Campaign 就一直用白色的Dead 也不同 例如你在隨便玩 看到我 是可以自己砌自己的Dead 故事模式不可以 只可以用它給你那套 但是 其實 如果以新手來說 你玩這個故事模式來學東西的話 去給一套 清清楚楚簡簡單單的Dead 你循序漸進的學歷也沒有壞 好了 今集又完成了一個任務之後 我們暫時到此為止 同一時間一次過 不想說太多了 我剛才已經交代了一些比較複雜的概念 我們下一集再來看看 接下來會學到什麼新的東西